其實今天這個題目 我跟志恩稍微想了一下 本來以為說跟臺灣可能有現實的一些距離 要怎麼樣引起大家的興趣 所以後來也就變了這樣一個題目 然後沒想到今天來聽這個 看似原來想說滿冷門的題目 卻有各種不同背景的人出現 連我這個像是哲武之功 聽了這麼多的演講 第一次發現說原來我根本就不需要 一開始解釋為什麼 佛爾摩莎跟撒哈拉可以對話 甚至已經在進行長久的對話 因為很多剛剛自我介紹 我們都知道都是也會發現 很多人都是裡面 比我們更早接觸的人 那我就很簡短的跟大家介紹一下志恩 蔡志恩是我認識一個非常奇特的朋友 那我跟她認識其實是在 我一個學畫畫畫的老師家裡 因為她剛從巴黎 念了十二年人類學 拿到博士回來 可是她竟然想要在臺灣開舞蹈課 然後想要借那個畫室的地板教室 因為在臺灣你要有一個教室可以上課 是地板的非常不容易 然後我就變成她的學生 然後我就跟她學東方舞 所以剛剛有朋友說學肚皮舞啊 那她等一下 她現在已經在這方面沒有那麼苛求 不然她有第一本書 第二本書她在團出我一本學 叫天不叫她肚皮舞 所以這個她花了非常多時間開課 包括在士二大在台大跟我合開過 職體開發性別跟職體開發的課 一再是希望臺灣 雖然有引進東方舞 跟伊斯蘭的這種 比較是悲中 發言人悲中的這種舞蹈 但是千萬不要先由歐洲殖民帝國 對於這個舞蹈跟文化的天見 等一下也許她會帶到 那她出的第一本書我有買 而且那時候是在師大 她才剛回來不久 根本就完全沒有名氣 然後在那種小小的咖啡館跳 東方舞 只是為了打她第一本書 你知道她第一本書名是什麼嗎 管她的博士學位 那為什麼從一個人類學者 變成一個舞蹈教師 而且是在巴黎 然後在歐洲 包括柏林亮 拿過東方舞比賽 就臺灣一般都叫做杜萍 其實東方舞比賽的前三名 網路上有很多她的一些影音資料 她還把江蕙的歌拿去跳東方舞 在法國 你會想像這有多酷啊 所以她有很多想法 就是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但是她真的很有毅力去貫徹她 包括她今天要談的主題 都是她最近這五年到六年 甚至未來 是她這一輩子要走到 未來人生規劃的一個新的方向 那我覺得她很願意再要回去 撒哈 因為她現在也把撒哈當過故鄉了 這個最後幾個禮拜的時間 特地在走過折武高雄折武台中 然後安排一場在台北 因為她不想錯過台北的人 她覺得要盡量發揮社會影響力 讓大家知道這些很難得可以傳播的訊息 她寧願離她飛的大包小包 這都是她自己忍肩從西羅做國光號 扛上來的 因為我去她家上播她的課 所以我知道怎麼做國光號到西羅 而且她那個家鄉西羅 竟然沒有火車站 我想說我都在開了眼界 然後更不用說遙遠的撒哈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怎麼跟台灣可以有一個很有趣的對話 那我們今天就熱烈的掌聲 先歡迎市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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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麵芬老師的介紹好邀請 然後我很高興今天可以在台北走 我排隊排很久了 還是我排戲來 然後很高興就是 因為我覺得 我很想要來跟不同的人去 去分享我在西羅哈爾街 對我來講的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就是我有從沙拉帶一些東西回來 然後等一下都會給大家看 然後你們就是要來看 然後來玩都可以 然後麵芬老師說就是我特地從西羅卡來 沒有錯 可是對我來講 辛苦的不是從西羅到台北 是從沙拉卡來的路上 非常的 我覺得好累 然後我回 大概右行只能夠20公斤 然後我回到西羅 然後我剛好學生來找我上課 我那個想想 他就說他想看沙拉的東西 我都好啊 然後一打開 我的箱子全部都是沙拉的東西 然後他就 就是我的東西收到很小很小很小這樣 然後對我來講 其實我沒有什麼好 我不會覺得很辛苦 我覺得很快樂 因為就像麵芬老師講的 再來就是沙拉拉的事情 是我覺得是我會用我的 未來的生命去做的事情 然後就是還謝謝大家 然後也很高興 有一些是之前上課課的學生 有一些是聯誘 然後最近有點像在網劇的 好然後就謝謝 然後我們可以看好朋友的影片 然後我先自我介紹 我就是我在台灣念完大學 我就去法國念書 然後我在法國 不是這一個另外一個 就是我在法國待了十年半 然後我不會待那麼久 就是因為我後面都在跳舞 就是因為我是拿就是學生簽證嘛 那我如果 對就是這一張 我如果沒有就是沒有 我如果不是學生生後 我就要回台灣 那我知道巴黎的學生環境 不是台灣有的 所以我就很拼命的在學跳舞啊 幹嘛幹嘛 所以就是為什麼待那麼久 原因是因為從那時候就補整也在 好然後這個是今天的第一張 然後我就要再次認真 好下一張 然後你們看這張照片 是我在沙哈拉拍的 你們看上面有一個可愛的足跡 你們猜它是什麼 不是 不是 你們覺得猜不出來的 我為什麼會很想要放這一張是 蛤當然不是啊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會以為沙哈拉什麼都沒有 可是其實很 你們知道沙沛有很多生命 它們都是異邪性動物 IK是不會讓你看到的 然後很多時候我們就以為 好像看過去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們可以 我們尤其 因為我今天會講比較是 光光旅行的部分 然後我真的要去講一件 就很直接的講是 我覺得很多時候 可能像年輕人 有很多環遊世界啊 一個人旅行的夢想 那我很想去分享的是 我覺得在旅行當中 我們不僅要 我們當然要關注自己的發現啊 或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相對的 我們必須去思考 當我們是個旅行者的時候 我們對人 還有對那塊土地 對我們走過的地方 我們相對的義路跟責任在哪裡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的旅行的 或官方的行為 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方式的話 其實對人跟土地 都是很大傷害 然後這是我今天 等一下會講的部分 還有為什麼 我們會推這樣子一個計畫 好 這個旅行 對就是他 好 大家其實可以稍微轉一下椅子 你們可以要稍微 因為包括我在這邊 自己抓角度 就是他 他就是FNAKE 就是你們看過小王子對不對 小王子不這裡是狐狸嗎 就有人說就是那個作者 他想像中跟小王子對話是狐狸的原因 所以其實是從他來 他叫FNAKE 就是什麼 然後他就是沙哈拉裡面很特有的生物 他也是有邊臨絕種的危機這樣 好 然後他平常不會讓你看到 他就是都藏在沙群裡面 然後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再回到這隻可愛的小動物身上 好 下一張 下一張 對你們 你們就是我 前面是維基法科的東西 就是其實大家可以上網查啊什麼 都很方便 這個是 這張電視我在沙哈拉拍的 你們先仔細 就是沙哈拉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很早期其實是大海 後來是森林 現在是沙漠 那沙哈拉大道就是你可以把整個美國放進去 都還有剩 那他跨年了很多好幾個北非的國家 所以他不是一個地方 他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遼闊的區域 那在不同地方其實會有不同的風景 不同的地貌 然後他有不同的民族的文化 所以他的不解範圍很廣泛 然後他的文化各部分其實都 他有那個自然風貌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然後你仔細看後面那隻沙丘 我等一下好會再講到他 我們先記得他 他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沙子 然後堆了就像山一樣的 一個很特殊的自然景觀 好下一張 這個就是那個沙哈在的地方 在非洲北邊 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他幾乎是從 比如說從埃及一直 跨跨跨跨跨跨到那個 那全部都是沙哈在的區域 好再下一張 然後我先講是 我為什麼會有跟沙哈有結言是 就是本人呢 2008年回台灣 開始在台灣教舞蹈 那本人因為教學非常的挫折 就是我憑著良心 很用心的分享 我現在法國跟阿拉伯羅人 還有法國老師學的一些 我覺得對舞蹈 還有對女性身體解放 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舞蹈的觀念 就是你是可以自己跳 你是可以做創作的 在我的背後有很深厚的文化跟音樂 等等等等的 那台灣市場就基本上不是太接受 那也意味我離開台灣太久了 我離開台灣大概10年半 所以其實我回來 我是一整個失音不良 我沒有辦法了解我身邊在想什麼 那我價值觀那什麼什麼 我就一直非常錯亂這樣 然後也因為我承認我太影響性了 然後在整個大概 我大概教了兩年多三年 我就快崩潰了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離開台語音樂 然後有一個應援機會 我就去放下一切 我就去摩洛哥人去組織工作 然後我必須告訴大家是 我現在在回想 我很佩服我那個時候的自己 因為我不是一個從小去跳舞的人 我是在法國的時候不小心跳舞 然後我就很喜歡 我就管他的國是學位跳舞吧 我就擁抱舞蹈啊 圈圈叉叉 然後我有把學位拿起來 然後可是我回台灣 我就會面臨說 那我要做什麼 我是要努力去幾進學院拿大學教授呢 還是我要跳舞這樣 我就知道說本人的個性 我當我對舞蹈海無夢想跟渴望的時候 我如果沒有聽我的新的聲音的話 我心裡會有一關過不去 我沒有看別人怎樣 我都覺得很痠 我只是沒有出來 不管你怎麼比得過我呢 有很多捐欠XX 那我就覺得 好吧 那我們就誠實一點點 我就 我就真的專心的去試試看 我跟舞蹈在台灣可以做出一下什麼樣的路 所以我才認識可愛的妙分老師 今天才會在這裡 然後 可是因為台灣的市場 讓我太驚訝了 我覺得我真的受不了 我開始這樣子錯亂 有一個機會 我就2011年 我就去摩洛歌人訓練 就是我什麼都放了下 我現在回想 那是超級佩服我自己 就是拿得起放了下 就是我可以為了舞蹈 我全然擁抱到我把學位先放了 可是到一個moment 我知道我不能再當下去了 因為我在台灣交到那個時候 我已經不知道我為什麼要跳 我為什麼要教舞蹈 實在是太奇妙的事情 我就什麼都不要了 我就 我舞蹈就什麼都不要囉 我就離開 所以我大概2010年我就辦了告演出 到現在 2010年我就離開舞台 而且我從來不會想再回去過 因為我覺得 繁華不過一捧傷 就是你這樣 就是你舞蹈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上台就那幾分鐘 下一個就兩三面對人生啊 然後我就覺得 喔好我懂了 我就不會想再去走那一件事情 再來就是 我雖然很喜歡舞蹈 那是因為 我覺得舞蹈背後 讓我看到很深厚的人的文化 如果沒有文化跟人的故事 跟傳統 在跟情感在後面的話 我覺得台上的那個東西 我真的我更不感興趣 那 可是你們知道在台灣 你要辦一場你的演出 是需要很多很多很現實的條件 我覺得我在台灣那三年 真的是為了辦一場 我覺得我要的表演 要把我的微博的重點 更出目燒光 然後我就覺得 這樣不對吧 然後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如果很提亮心臟 因為跳舞需要練身體 我就發現說 如果今天 我的人生只有我喜歡的音樂 我的舞蹈 我上下講什麼 我就覺得 參選你的世界是由自己 然後我覺得很很孤單 所以我就覺得 我很喜歡跳舞那個時候 可是我覺得 我在舞蹈當中一直有很多的困惑 然後 我沒有得到很全然的滿足 因為我覺得我對世界 對人 我是有很深的關懷的 然後舞蹈 我不放棄真的非常個人 然後一個機會 我就離開回去 那基本上 本人不是一個很認真的志工 我也不否認 所以本人在 舞蹈當中 沒有做什麼太能全的事情 可是我寫一本書 叫做 《嬰兒要回家》 就是我也 我養了 我在市集發現 兩個是被人類抓去的 除鳥 除嬰 老嬰喔 然後我就帶回去 我是想要掩放 結果後來就發生了 一連串的故事 然後才剛出版一個月 然後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購買 好 就講完到這部分 然後總之摩洛哥在非洲北邊 那個地方 那你們看 因為摩洛哥很有趣的地方 在於說他靠海嘛 所以基本上在非洲 至少我知道摩洛哥 等一下 我可以查一個話 這是第一個小對話了 其實雖然是去申請浩然基金會 台灣有一些NGO組織基金會 其實都在想 尤其是到非洲 或是到哪裡 印度 同事人權 訓練 職工訓練 類似這樣的program 所以這算是挑戰 跟摩洛哥的一個點擊 然後當時深就是因為 浩然要把他派到 摩洛哥的人權組織 所以他就有這個機會 對 我帶你一下去埃及啦 就要擺上去摩洛哥 我就 好吧 時間很多的這樣 現在非常感謝 然後摩洛哥就在那邊站 那基本上就是 摩洛哥只要是大臣 全部都靠他一定的 那 撒洛哥是在比較南邊的地方 然後因為時間 時間過得很快 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講很多 總之 撒洛哥在摩洛哥是一個非常非常敏感的事情 你看摩洛哥的那個 摩洛哥很奇妙的是 他的國度可以走一半 就是他上面寫 Mahok那邊就是 他們確定是他們的 下面寫S.O.就是 撒洛哥是東大 就是西撒洛 西撒洛 西撒洛被失文是 非洲最後一塊韓洛哥的成員定 所以摩洛哥為了一直要在西撒洛 有他的掌控權 他付出很大代價 那這個不是我們現在要談的問題 可是我只能告訴大家 因為政治的關係 所以在觀光客區沒有感覺 可是你在當地生活 你會知道說 其實整個邊界的關係 當地的人其實是非常非常 他就是活在一種很政治壓迫的 一個情況當中 那有一個重點在於說 你知道這個世界在還沒有國家之前 他就是土地跟人魚 所以以前你知道 油務民主他們就是到處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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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時候就去那個地方 一旦有職責 然後有國家出現之後 對油務民主的傷害非常的大 因為有可能說今天 今天我們是一整個家族 剛好隨討的關係 我今天在這個地方 後你們在那個地方 後來中間跨了一個國界之後 我變阿爾吉利亞人 你變我我哥人 然後就過不去了 事外是後來 摩洛根跟阿爾吉利亞 為了那個 在邊界就打 有打仗 那其實都是因為 法國群只害的 然後反而用歷史很長 好然後同時 就是後來整個邊界 是很敏感的 很多家族 油務民族的家族 因為這樣子 他們就從此分散 就再也沒有辦法見面 那後來你知道 有時候對於油務民族的傷害 有多大事 如果今天國家在中間 好我是阿爾吉利亞人 也是摩洛根在 雨高 今年剛好下到你們那邊 我沒有辦法過去 可是在以前沒有國家說 那是可以的 所以其實整個 尤其是現在我們 不是都知道群群暖化嗎 現在台灣都沒有下雨啊 現在剛剛這個問題 對於油務民族 在撒哈拉的生活 有非常非常大的傷害 然後再加上邊界之後 就是真的是很辛苦 好下一張 好反正就是 這個是我拍的啦 然後我只是告訴你們 就是當地的生活這樣 然後每天找到那個太太 他就會起來 然後就帶著小羊去吃草啊 幹嗎 然後你看到雞就跟著他 然後後面是沙圈 好再往下 然後你們知道就是 以前永遠就是 竹水草的區嗎 沒有哪裡有雨 他們就會過去這樣 那因為他們其實基本上 就我的認識是 他們在當地 他們的生活怎麼變 就是非常緊扣著 天地自然的一個脈動 他們幾乎是感覺到風 或者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然後雲怎麼樣 他們就知道什麼地方 會下雨 他們就會過去 這是他們過去的生活 好下一張 然後因為 好下一張 好因為兵分老師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講一下音樂 就是這個是很有名的 就是沙漠搖滾 他這團叫做DNA HINWIN 它就是 它是馬力來的團 那就是我們 我們對沙漠真的非常非常的陌生到 我們想像當中 就像我回台灣 很多人跟我說 常常對沙就是山盲 我就覺得 天啊沙盲 DNA HINWIN 它是一個很有名的一個樂團 那基本上是馬力 它好下一張 它是就是 它是 他們是DNA HINWIN 那總之他們唱的歌就是 他們是沙哈原文族的音樂 他們本身是原文族 他們是在那個 那個利比亞難民裡面出來的 因為後來那時候 馬力內在說 我們就跑到利比亞去 後來又再回來 那現在他們 他們在 他們在 他們的音樂就是 還滿受歡迎的 就是一個 你可以說它是全球知名的一個樂團 這樣子 那我想跟你們聽一點點 他們的音樂 然後他們唱的其實是 他們很真實的故事 好 下一張 就是 好 對 就是我們放一段 一小段 就是我要看我的 的 是這個 我要特別認識要求的橋段 我就說 這怎麼講得完 就是他 就是他 好 DNA HINWIN 我選它是因為它有歌詞 翻譯 我選它是因為它有歌詞 我選它是因為它有歌詞 下面有英文翻譯歌詞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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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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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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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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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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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